在當天其實兩黨的主席 在馬總統的見證底下已經談得非常的清楚 最後有三位專家來做判定 其實面對一個自由民主同盟的國家 我相信我在那一趟跟美國拜訪的過程當中 我提出了策略 讓美國人非常的信任 我提出了嚇阻對話以及降低工錢 要扮演和平的處境成 以及風險的降低者 大家彼此接觸了很詳細的溝通 只要我們提出的政策是清楚的 也會讓美國實在是一個很信賴的 我們就朝這個方向來走 至於大陸每次用一個平等的資源 不算的放鬆 在中華民國憲法底下 大家都能夠重啟